接着带您关心教育方面 雾峰区风谷国小 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级 全校共65名学生 为了缩短城乡差距 学校积极推动行动学习 在社区善心人士集资之下 凑得60万元 将校内6间教室打造成智慧教室 未来小朋友上课时 可以透过平板及时进行互动 老师也可以针对不懂的地方进行加强 加强传统学习上的不足 倒数声下 校长以及余慧贵宾 共同拉下红布条 宣告智慧教室正式启用 为在山区的风谷国小 每年级只有一个班级 全校仅有65名学生 属于迷你小学 为了缩短城乡差距 校方积极推动行动学习 并规划建制智慧教室 目前我们学校建制了6间智慧教室 每间智慧教室都有配备触控式荧幕 平板电脑还有行动推车 还有高阶的无线网路设备 这些设备结合起来 老师在教学上他就可以非常的方便 他可以针对学生的个别的需求 他可以进行课间的补救教学 那么学生他们有不懂的迷失概念 老师也能够立即的给予指导 学生他们也能够透过这套设备 他们可以采用分组合作学习的方式 看准行动学习是未来的趋势 因此校方将6个班级都打造成智慧教室 不过整套设备需要9万多元 在社区善心人士的募捐之下 凑到60万分批建置触控萤幕 高阶无线网路的设备 加上教育局补助的平板电脑 让小朋友都能够参与行动学习 学生在学校上课的参与度上非常高 然后老师可以就是每一次上完课 就来给学生一点点小小的测试 然后了解他们哪些观念懂 哪些观念不懂 然后可以做一些后续的加剂 校方表示 比起过去传统教学偏重老师单向授课 未来透过这套设备 老师在课堂上进行随堂测验 可以立即知道学生的问题点 及时进行补救 解答 老师也表示 小朋友在课堂上的参与度 明显提升 用资讯教育翻转片箱学习